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,逮捕她的人又一次要求她放弃她的信仰,在又一轮警棍打击后几乎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情况下,这个58岁的老人还是坚定地摇了摇头。 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,据其他目击这一事件的监狱中的人说,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于伤,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浓和鞋,她在外面爬,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,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,并于2月21日去世。 这是2000年4月20日,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的节选,全名是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,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,她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最佳国际新闻报道奖,这篇文章继续写道。 1999年以前,中国以外只有很少的人听说过《法轮大法》,她在国际上引起注意,还是1999年4月25日的事。 那天,一万多名信众汇聚北京,围住了政府领导所在地中南海,要求政府停滞在国家报纸杂志上,将他们描述为邪教。 这一人群构成了奇异的景象,大多数是中年人劳动阶层。 当日离开北京市中心回到各地自己的家之前,他们只不过安安静静地在那里打坐,但是在一个对其威权的公开挑战没有足够包容力的政府眼里,这个抗议是一次无法原谅的挑衅。 政府逮捕了数百名法轮功组织者,并发现其中一些人是中央政府警察,甚至军队中的官员。 由于担心一个迅速发展的宗教会影响这个无神论的国家,北京在1999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,并正式与取缔。 面临着政府安全部门的权力打压,法轮功本应该迅速消亡。 但与偶尔挑战共产党的意见者不同的是,法轮功的活动并为因为大规模的逮捕、殴打甚至残杀而停滞。 相反,一个强硬的核心仍然继续抗议。 在北京的市中心,每天有数十人因试图展开呼吁恢复这一团体合法性的横幅而被逮捕。 1999年以来,法轮功信仰可以说是对共产主义统治的50年威权最持久的挑战。 我想就连约翰逊也不会想到,18年过去了,这场迫害还在延续。 法轮功学员还和当年的陈子秀一样,不放弃他们的信仰,并持续地反迫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